在美国普通的小夫妻打工两三年可以拿下什么样的房子呢 如果你像我一样没有什么积蓄 但又很想要一套自己的房子的话 那就看看今天这个175平的精致小平层吧 175平在美国的别墅里面算是小房子了 但是它的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这个客厅的小吊顶 会让这个房子显得更加开阔 别忘记视频的最后会有社区介绍 以及这个房子到每个地方的距离哦 它是三卧二卫 对小家庭来说还是很够用的 如果你想要更大一些的话 它也是能选择升级为四个卧室和三个洗手间的 这个露台也是很漂亮 并且上面做了一个类似小木屋的屋顶 这个房子的建商是Toe Brothers 这算是他们比较亲民的小户型了 它的起步价是38W 价格比较亲民的同时 它还保证了质量和风格 整个房子都比较开阔明亮又温馨 并且布局也很合理 有一点小缺点就是 这个房子位于Fotion 如果你在市中心或者中国城上班 或者要经常去那边的话 通勤可能不太方便 卧室的空间对于这个大小的户型来说 也还是蛮不错的 并且它还有一个步入式的淋浴间哦 你要是喜欢的话 它也是可以改成一个小的淋浴间和一个浴缸的 它衣帽间的大小也还蛮不错的 并且如果你有孩子或者准备要孩子的话 这边的学校也还是可以的 属于喇嘛CISD 小学初中高中分别是BAA 剩下的两个卧室 它们是共享一个洗手间 如果你觉得两个客房不够住的话 洗手间这边的这个门 后面也是可以改成一个单独的客房 今天这个房子你有没有一点心动呢 哈喽今天带大家来到了Pakane Ridge小区 这个社区的开发商是Towbrothers 相信大家都不是很陌生 它在全美20多个州都有建立社区 二三年它也是被财富杂志提名为 世界第一建商 这边一共有两个建商 一个是TriPoint 它更加注重于现代简约的一个风格 然后还有Towbrothers它是一个更加传统的风格 两个建商都有提供三种面宽的房子 45 50和60 那它相对应的面积呢是从170平到350平左右 相对应的价格也会从35W起 到你升级完之后的60尺面宽 可能要七八十个W 目前呢你在视频当中看到的 就是这个社区它处于一个刚开始建设的状态 整个社区一共是有296英亩 800户家庭 虽然社区比较小 但应该有的设施它还是很完善的 像小朋友玩的平台 两层滑梯的泳池 带有健身房的社区会所中心等等 目前这些都是已经建完的 并且会在4月底开放 这个社区的湖景也是很好看的哦 而且还建立了专门的钓鱼平台 视频里面你看到的很多树 都是碧根果树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Pakane Ridge 它曾经是个果园 这些树也被保留了下来 这边的地税是3.14 它的物业费是1150 它的学校属于南马尔西埃 SD 除去小学比较新属于B以外 其他的都是A的一个评分 这个社区是位于休斯顿西部的Forshire 它被评为德州第二安全的城市 并且它所在的Forban County 是德州最富有的County 也是休斯顿教育程度最高的County 这一片区域还比较新 它附近有好几个在建的社区 所以它周围的配套购物设施 并不是特别的完善 不过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也会建立起来 它离附近的HEB就要开车16分钟了 好在它离KT会比较的近 在它离KT Ancient Town是22分钟 离Costco是20分钟 附近的最大的购物中心是20分钟 如果你是在中国城或者市中心上班的话 它会稍微远一点 离中国城如果不塞车的话是30分钟 离市中心不塞车的话是40分钟 最后它离所有的小学初中高中 都是10分钟以内 Gigi休斯顿地产团队 我们在休斯顿等你呀 字幕志愿者 刘诞变